畫面是花膠桶裡面的腥味 看片之前記得點贊、分享、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什麼時候有片看就立即看到 看看花膠 有啊,發亮啊,這個好漂亮 最重要就是它均均,買合這些 我是越煮越好,大家好 剛剛又見到我去買花膠了 哇,你看看這盒花膠多漂亮 其實很多年前我都拍過一條浸花膠的影片 不過我已經講明了是錯誤浸法的方法 經過了這麼多年 我每年都有浸花膠吃的 累積了這麼多年浸法的經驗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流失膠質最少的浸法方法 不要說那麼多了,我今天就浸四條花膠了 第一個步驟就是把這些花膠桶 用一支新的牙刷,將它來來來來 擦乾淨它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趁著這個花膠桶 是硬身的時候 就要擦乾淨它表面的污漬 如果你浸軟了之後,線這樣擦 不多不少,它的膠質都會流失的 你要清楚 這樣慢慢擦就可以了 擦乾淨之後就很簡單 用一些清水浸著它就可以了 用一個大一點的盤 這樣浸它六至八個小時 最好就放進雪櫃 當然要視乎這個花膠桶的大小 如果你的花膠手臂這麼大 就要浸久很多了 好了,八個小時之後 再跟大家說 現在放進雪櫃浸 這四支花膠已經在雪櫃浸了八個小時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拿些花膠去煮 其實在網上很多朋友都會先用大火煮一兩分鐘 然後再煮軟 甚至有些朋友將它煮五分鐘十分鐘 其實告訴大家 這麼多年來我都有試過這樣的方法 不過那些膠質已經流失了很多 這次我用蒸的方法 蒸軟它 這樣就不會流失膠質 而且呢 我還會在花膠桶裡加入一些蔥和薑 那做什麼呢 這個目的呢 先加進去 想像是花膠桶裡面的腥味 好了,每一支我都會藏一些蔥和薑 下去 首先我會用薑和蔥和酒去辟除花膠的腥味 現在先煮滾煮水 等到水滾 我們就要蒸它大約十至十五分鐘 時間的長短就要視乎花膠桶的厚薄了 現在就把花膠桶放進乾淨的清水裡 放進雪櫃裡面浸過東西就可以了 浸了一晚的花膠呢 比起還沒浸的 嘩,大了一半 現在就把薑和蔥拿出來 馬上就聞到一陣的香味 嘩,是花膠的香味 其實浸發花膠這麼容易 精軟放進雪櫃浸它一晚 第二天就可以已經煮得了 還用什麼預先浸發定它呢 浸發花膠的小貼士 在浸發的過程中 花膠千萬不要接觸到熱水 因為一接觸到熱水 花膠不多不少的膠質都會流失的 只要在花膠桶裡面 塞入薑和蔥 一起蒸它 一起浸水放進雪櫃 花膠的香味就自然沒有了 基本上用一天的時間就可以發好花膠了 非常方便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儲存它太久 尤其是放起冰格 因為放起冰格 它會回吸雪櫃的雪味 以及會流失了部分的膠質 嘩,今天是293克 足足給最初的30克 嘩,大了9.7倍 斯里蘭卡的,酷心 是啊,斯里蘭卡 你有沒有去過斯里蘭卡 我去過 我去過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裡 這個可以 發酒好吃 浸發海芯的重點 所有接觸到海芯的器皿和物件 都要清洗乾淨 避免殘留油脂 因為海芯 接觸到油 就有機會變壞 另外 大家訂閱了我 愈煮愈好未? 其實很簡單 只要在畫面這裡 有個訂閱鍵 訂閱 一按進去 就已經訂閱了我 記得按這個小鈴鐺 一按 記得按這個小鈴鐺 全部 以後有新片 就立即通知大家 是完全免費的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好看 記得按一下 按一下 就贊了我 多謝大家支持我 多謝 怎樣可以尋找到 愈煮愈好的影片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在手機 按入Youtube這個標誌 放大鏡打 愈煮愈好 這樣就會出現了 這個標誌 三隻手指公 按進去 就會出現了 影片播放清單 社群這些符號 今次我們按入 播放清單 一按入播放清單 就會見到 我有很多播放清單 包括 有好東西介紹 純蔬菜 粉麵飯 豬系列的播放清單 牛系列的播放清單 煲仔飯的播放清單 很多很多都有的 你選對了 你想看的播放清單 一按入去就可以了 其實尋找我的影片 是很容易的 你只要在尋找 打月煮就可以了 多謝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 找到我的影片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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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裏 都好悶一下 不如這樣 我現在唱首歌 讓大家醒一醒 笑一笑先 那是一個秋天 風們哪和前面 讓我想起他們 那守護著的夜 就在那美麗風景 相伴的地方 我聽到一聲沮沙 震出山谷 怎樣儲存海森呢 如果海森是這幾天吃的話 我們就用清水浸 放入冰箱 記得早晚換水 這幾天幾時吃就拿出來處理 又或者未決定幾時吃的話 就用保鮮紙包好 再放入冰箱